東灣布克利市昨天早上有兩個人被發現 死在一間公寓中,警方正在調查死因 香港馬拉松今早舉行,其中有27個選手不識宋縣 週末新聞馬尚惟尼報導 今天是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歡迎大家收看7點鐘月宇週末新聞,我是梁偉珊 東灣布克利市昨天早上有兩個人被發現死在一間公寓中 警方正在調查死因 而在南灣Milpeter市的Great Mall附近 星期五晚間發生武裝搶劫,導致一個人死亡 布克利市當局昨天早上11時半左右接報在Hesken街1300號路段 指有人需要緊急醫療救援 當局人員抵達現場後,透過在外面等候的家屬 找到案發的公寓,之後宣布在公寓中的一對情侶死亡 死者分別是89歲的Dora Beeps 以及56歲的Gary White 警方認為死因有可疑 但表示附近社區目前並沒有危險 警方正在調查案件是否與有毒物質有關 上個月,布克利當地才剛發生了 兩個人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而南灣Milpeter市星期五晚間10點多左右 警方接報一架車在South Main Street 1200號路段撞位 一個拿著兩把槍的男子正走向Great Mall附近的公寓 之後一名女子報案在這個公寓的停車場裡 被人持槍威脅搶走車時 警方在到場之後聽到槍聲 開始與搶匪展開飛車追逐 最後將疑犯逮捕 警方回到公寓停車場之後 發現一名男子的屍體 案件仍然在調查中 另外,在Fabriel市的Bregandy Way的2000號路段 在星期五晚上發生疑似家暴謀殺案 一名女性在家中被刺死 死者丈夫Camden Lo被警方在Napro一間餐廳拘捕 警方尚未透露死者的姓名 有線索的民眾可以致電Fabriel警方 電話號碼是707-428-7600 看看另一則消息 經過連日下雨之後 加州第二大水庫被迫使用緊急排洪道 而因為大雨所造成的山坡塔坊 在南灣的17號公路仍在長修之中 加州第二大的Oroville水庫 排洪道在上星期出現巨大的破洞 水庫當局這兩天被迫使用緊急排洪道 當地警方今天下午向居民發出疏散命令 當局說使用緊急排洪道已經造成山坡嚴重侵蝕 可能因此破壞緊急排洪道的結構 如果這個排洪道真的出現損壞 會引發難以控制的洪水災難 這個水庫建於1968年 在沙加緬道以北大約70英里 水壩高230公尺 長度大約2公里 儲水量6,000萬立方米 剛剛卸任的奧巴馬無官一身輕 已經開始享受人生了 不捨得奧巴馬的民眾 又可以怎樣再次跟他見面 甚至是近距離接觸呢 廢日廢手 奧巴馬告別白宮 享受滑水打哥爾夫球的樂趣 亡卻煩囂 如果大家對奧巴馬念念不忘 甚至想給他一個擁抱 或者想給他擁抱你 在新刊報12週 一個設計師可以幫到你 設計師設計了一塊紙牌 上面欣著笑容滿面的奧巴馬 由紫尖到紫尖牆28寸 可以和你心情擁抱 又或者抱著你共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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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